現場所有的貴賓媒體朋友們 大家午安 我是郭彩杰 今天非常榮幸可以清零到集合在101的財政旗艦店的開幕記者會 謝謝 謝謝 然後接受我們工作人員的指引 那我們也看到呢 我們從法國特地引導而來的香水工藝室 當然對很多的女生來說呢 可能跟彩杰一樣香水 真的是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一件物件了 而藉由變換香味呢 其實也可以展現不同的面貌 好 我們每一個畫面稍微看一下 男方好像還是很遠 對好像有自己的挽回 對於她這樣的回憶 妳這邊的回憶是什麼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還有聯繫 就是 對 前兩天參加那個 梁和群的婚禮哥哥的婚禮喔 是 大家覺得說 欸 妳有感而發 覺得 心情怎麼樣 面對自己的 因為那天遇到很多的 演藝圈的前輩 然後 特別像小燕姐在台上的時候 也 特別把那些畫 對著我 所以 很多很多 前輩的關心 連冰冰姐啊 新梅姐啊 很多 晨晨哥 就大家都 非常的關注 所以 那是一個過程 謝謝大家 大家都猜測說 是 是因為婚期沒有第一次 婚期的關係 是妳跟人家很想結婚 是妳跟人家很想結婚 大家都有很多的傳承 很關心嗎 對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 就是 其實 不管怎麼樣 都是 滿 滿 滿 辛苦 人的 種類 是 人家 都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